观众老爷们好,我是长老 上回说到了采医报恩 这天九剑仙拿着吊坠 若有所思 相传拿着半边吊坠的人 找到另一半的拥有者 就会受到上天的祝福 长相厮守恩爱百年 九剑仙似乎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星妖偷了吊坠 发现这是阿努的吊坠 是阿努最珍贵的东西了 九剑仙就逼问他谁是阿努 这时候他们透过吊坠发现 阿努和唐玉被困在了地下 三人乘着葫芦飞了过去 九剑仙的开山脚把二人震了出来 阿努之前说过 只要谁救他出来 他就认谁做爹 唐玉醒过来了 阿努还没有醒过来 在谈话中 九剑仙知道灵儿被剑圣抓到了蜀山 他说那老头是他师兄 不知道为什么抓这个小美人呢 李星妖让九剑仙带他们去蜀山救灵儿 九剑仙不干 李星妖追出去 九剑仙问他阿努是谁 李星妖表示阿努是南兆国的人 他的母亲是南蛮妈妈 九剑仙似乎释怀一样 李星妖表示自己一定要救灵儿 九剑仙就带他们救了蜀山 路上九剑仙告诉李星妖 不可以教自己师父 蜀山弟子连进私收土地 道路蜀山又如在外面等着 李星妖跟着九剑仙去见了剑圣 剑圣一眼就看出来 李星妖是九剑仙新收的土地 九剑仙表示 还是瞒不过你呀 你别看这人不着调的样子 可是却是天赋其高 骨骼惊奇 是块练武的好材料 剑圣表示 难怪呀 你只在他面前示范了一次预见术 他就学会了 李星妖让剑圣放了灵儿 剑圣表示 我自然会放他 不过要等到七十年之后的七月初期 李星妖问他为什么 剑圣表示一切随道而行 就把李星妖打发了 李星妖似乎跟剑圣 说话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剑圣动不动就到这个 到那个 李星妖急了说 非救不可 剑圣也聊下一句话 灵儿就所在索妖塔 想要救 你就自己进去吧 李星妖带着月如 又要进索妖塔 李星妖先拦住了他们 说要进去也不着急 先听我讲个故事 这所要打进去的人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这是蜀山不败传的秘密 也是差点断送蜀山的浩劫 而这霍根竟然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儿 太师傅掌管蜀山时 在江湖上享受圣明 孤决于世的太师傅 发现了一个婴儿 受为意思 取名江明 江明这人真是人中之龙 他天资聪勇 悟性极高 太师傅将毕生所觉 清朗传授 这么多年只有江明深得真传 太师傅不经意之间 培养了一个比自己更强的对手 江明对于他是他毕生最满意的杰作 也是下一阵的掌门人选 可是太师傅却亲手培养了一个 令蜀山挤进灭门的祸根 当年只有四岁的建设 一直视江明为目标 希望以后可以和江明切磋 他也是目睹当年蜀山 黑暗祸节唯一在世的人 当时山下爆发了瘟疫 江明下山救治百姓 在山下遇到了娘娘 当时他还没有眼睁还转 也还不火自称女院 两人一起救治百姓 也就慢慢产生了情愫 之后江明把女院带回了蜀山 江明不顾太师傅的反对 和女院的接触更加频繁 两人情不自禁就 而这女院不是人 她是狐妖 不多久守护索妖打的几名弟子 就莫名死亡 从伤痕来看 杀人者是千年狐妖 江明摸着后背的伤痕 那是和女院那啥的时候被抓出来的 江明回去质问女院是谁 她的指甲为什么这么锋利 女院就把自己的指甲咬了下来 证明自己不是妖 江明心疼女院相信了她 两人情到深处就缩了对方 这一幕被太师傅看到了 太师傅大声呵斥江明 不守能归 告诉她这女院是狐妖 江明只是看了一眼女院 似乎这事她早就知道了 女院被太师傅打出了原形 听到这里 李小妖说了一句话 林知道是妖 还这么爱 这是相爱 也是相知 见识彼此相爱 又何必想问 那女院可是杀了人的呀 相爱的人杀人就没错吗 大哥 太师傅让江明杀死女院 这件事就一了百了了 江明拿起宝剑 慢慢走到女院面前 他没有杀了女院 而是脱下了女院的衣服 这人赶紧躲开目光 江明表示 色及时空 既然心中有道 怎么会被眼前的警侧牵动情绪 这里根本就没有道 一切都是假的 江明把衣服给女院穿上 带着女院飞到索妖塔 女院为了江明不死 说这一切都是她在利用江明 目的就是想进索妖塔 救自己同类 江明却不后悔和女院发生的事情 在在太师傅要杀死女院的时候 江明替女院挡住了一剑 江明表示 自己虽然有一个师傅 有一个义父 还有一个娘子 但是自己还是一个孤儿 没有人理解自己 伤心的女院现出原形 但是江明跑进了索妖塔 楚山的精英弟子也都进了索妖塔 不让江明和女院 在索妖塔里 江明要飞升了 但是需要有人给她操作 女院验出了妖本不甘验的 南无阿弥陀佛 一道金光照在了江明身上 这时候楚山弟子赶到 遇见公鸡 两人还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招人的公鸡 一下下打在两人身上 女院的眼泪掉在了江明的眼中 江明持住女院的眼泪说道 看清楚 她的眼泪和你们一样 天堂无路 地狱无门 唯有成魔 江明的心不再光明 金光消失 江明彻底顿入魔道 在索妖塔里 江明大开杀戒 江明大开杀戒 所有的楚山派精英的弟子 全部死于江明之手 索妖塔里血流成河 沙文人的江明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厉鬼 坐下罪孽的他 想一个人承受自己的痛苦 将自己关在了建筑室里 一夜之间 楚山派挤进面门 蔡师傅命令 销毁所有关于江明的事情记载 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后来蔡师傅郁语而终 随着知晓这件事的师兄去世 江明的事情 就只有见剩一个人知道了 之后九仙仙把各个宝贝都给了李逍遥 还传授了他毕生所绝 但他一定要小心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进去 但是李逍遥一定要进索妖塔 因为这是游戏任务 不进去就通关不了了 话说回来 江明是道士 为什么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呢 好了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见